丁真是一面镜子 你丑才会觉得他丑 这句话要送给最近丑化丁真的那些朋友 没事就来聊天 我是年华白泽 在关于丁真的言论中 有一个非常值得思考 就是下面这个 时间关系没看完的朋友 可以先截屏一会儿再好好看 总的来说呢 文章中所列举的男孩子 所面临的社会压力真实存在 但是他搞错了 这些压力跟丁真的爆红 不仅不是对立的两件事 而且可以说毫无关系 因为丁真他不努力的话 钱啊这个房子车子还有媳妇 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些压力他也逃不掉的 但是他这个文章还是很真实 因为他体现了现代人特别正常的一种得失心 怎么说呢 最明显的就是他说 病赌上可能半辈子血本无归的代价 在房产证上写上对方的名字 什么事可以用血本无归来形容啊 生意嘛 他就是把婚姻当成了生意 但是能说他错吗 不能 因为现在这么小的人不是一个两个 而且人啊 不仅把婚姻当生意 还有很多事情也被当成了生意 所以说人是复杂的 正是因为人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才会喜欢丁真 不是因为他帅 而是因为他那份没有得失感的唇 我们甚至不需要去深究丁真 他真实的是什么样子的 只要他代表的是一个天然 纯真的美好意想就够了 生活太苦了 我们需要一点点甜 就这一点甜你要去抹黑他吗 省省吧 与其抱怨这抱怨那 多挣点钱比什么都强 我是娘花白子 感谢您的收看